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热 我是陈文博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解盘时间 来到了10月2号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今天延续的 上个礼拜的一个反弹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台北股市 早盘的时候是开高 然后呈现的逐渐震荡走高走势 到目前为止涨了70几点 今天如果尾盘没有再度拉回 应该会相对收到比较高位置点 但是还是要看 博热指标的30分线状况 上个礼拜的时候 9月30号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报告 这行情它是呈现反弹的走势 30分线博热指标向上的一个反弹 但是当时候我们有跟我们的会员报告说 其实这是正面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其实接下来是注意什么 注意日线的博热指标 它可不可以转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连日线博热指标都可以转上 从原本的反弹架构 它就有机会变成回升架构 上个礼拜有没有这样跟各位讲 有啦 其实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一个反弹上涨 它是从9月27号这一天开始的 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反弹架构 好 那9月26号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9月27号节目 微博有给各位看这一张传真稿 这是106年9月26号 9月26号当天是收在10257点 当天跌了78点 就是这一天啊 这一天9月26号收在10257 没有错 对不对 当天跌78点 但是当天的一个架构 微博跟我们的会员讲 台北股市有机会开始出现反弹 就是当时候我们的传真稿标题 就直接这样下 明日 明日就是指9月27之后啦 台股有机会开始反弹 好 那这个行情如同我的预期一样 开始逐渐的反弹 对不对 好 现在很多人跟各位讲说 这个盘势 比如说 有的人他是看到涨的时候 他就说盘势要涨了啦 他看到跌的时候 又说这个盘势不好啦 但是微博长期跟各位 做解盘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各位都要有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 就是希望各位在操作过程当中 不会被盘势上涨跟下跌 陷入了那一种 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的情绪里面 很多人哄怀疑说 今天是10月2号了 台北股市已经反弹了好几天了 对不对 为什么微博给各位的博力指标 还是向下 我必须忠实呈现给各位看这个状况 来 我们先把博力指标给各位看 再来讲我们的看法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大盘 这是大盘的博力指标 我们9月26号那一天 是不是开始说 这个盘是要开始反弹 对不对 这是当时候9月26号 我们给会员的传声稿 好 9月26号是这一天 然后来开始反弹了 行情它一开始 一定是先从反弹的架构开始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它会开始转为回升的架构 我认为明天是关键重要点位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给各位看的 这是今天10月2号的博力指标 东能线38抱歉 趋势线39 请问黄色有穿过了吗 有像这样子向上了吗 事实上是还没有的 那为什么这几天会上涨 会反弹 我们也认为会反弹 30分线影响 这是10月2号今天早上 微博发给全体会员的一通解盘 台股今天开盘的30分线 它是延续上个礼拜的向上 所以指数它持续反弹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就是在想说会不会拉回 第一个要看30分线博力指标 好那我给各位看今天的30分线好不好 我们把它回到了30分线的部位 开盘在这边 开盘在这边 今天的开盘一直到目前为止 30分线都还是向上 没错吧 所以只要30分线是向上的话 这个反弹架构它就是持续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跟我们会员讲 其实一步一步看 短线指数会不会拉回 你要看30分线啊 如果30分线向下当然也会拉回啊 未来如果连日线也可以转为向上 哇那对台股的帮助就会更大 所以我认为要一步一步的看 其实上个礼拜微博就开始带会员布局股票了 等一下有机会来跟各位报告 跟各位讲这么多 其实我要跟各位强调一点就是说 行情的一个脉动 各位在判断的上面的逻辑 你必须要一个依据 目前到今天为止的确它是反弹架构 但是这个反弹有没有机会变回升 我讲给各位听 现在的30分线是不是已经来到这个位置点 如果我们假设好了 比如说尾盘也可以啦 明天也可以啦 30分线一旦转为向下 那你说这个盘是 短线会不会拉回 会拉回 但是如果短线的拉回过程当中 拉回不多 然后30分再向上 它不仅后来30分向上 它可以把日线未来也扭转成向上 那这边就有机会再展开一波 它不仅会从原本我们认为的反弹 变成所谓的回升 各位懂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日线 搭配30分线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你用日线搭配30分线 你从日线部分你可以看到趋势 你可以知道趋势的一个判断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了 时间可能不够 我们讲快一点没关系 上个礼拜的时候 微博开始带会员买股票 这是叫做2474可乘 在10点15分左右买 10点14分了 买的原因 基本面不错 不是比较向上 我们是抢跌升反弹 所以当时候买近的是在289 这是今天的可乘 到目前为止可乘是312 各位你没有看错 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请会员可乘买在哪里 买在289块 当然买近的时候 一定要设一个停损嘛 对不对 然后但是它一直往上走 现在300多块了吧 那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微博这一路以来不买可乘 我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才去买近可乘 难道是因为看它涨吗 没有 我们所有操作 要有一个依据啊 这是2474可乘 这是可乘的博瑞指标 之前可乘的博瑞指标 转为向下 它一路往下跌 我当然不看它啦 但是当可乘的博瑞指标 向上的时候不就是机会吗 什么时候向上 上个礼拜向上 所以当可乘博瑞指标 上个礼拜 从原本的向下 变成向上的时候 我们就去买近它了 然后买近它之后 它开始往上涨 现在已经拉出了 二十几块的价差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法 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只要你有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你用它的日线 跟30分线来判断 像比如说好了 很多人现在可能 开始要去追可乘 但是如果你把它回来到30分线去做判断的话 你会发现可乘的30分线已经开始来到高档区了 那如果30分线一旦走回向下 它有没有可能会拉回 结果你如果没有依据的话 它一拉回你不就又被套牢了吗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用依据的方式 我们可以买在最安全点位 然后赚到应该赚的部位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其实本来我还想讲一档股票 比如说像这一档 这叫3526的反甲 对不对 反甲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是呈现拉回的 但是从日线不日子表来看 它并没有转回向下 所以很多人跌下来过程当中 他可能买在这边 真正买点应该买在 不日子表第一天向上这边 然后很多人看到涨才去追 追的时候又拉回 结果又停损 一停损又开始往上涨 但是从趋势来看它根本没有变 那为什么反甲会拉回 因为它的30分线 前几天的时候是呈现向下 各位也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时间不是很够 没有办法说表达很多股票给各位看 但是我们的操作 完全都是有评有据 那因为微博的节目 会就是录制到这个月底 就会跟各位珍重再见了 所以我们这个月 特别跟公司争取一个 不日子表全面五折的方案 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 幸好要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大家订阅 让我订阅 那些时候 我订阅 你 我订阅 感谢观看